欢迎回来来关心中国新闻真相报道 从5月8号海南省万宁市小学校长 带女生开房事件曝光后 短短20天内 大陆校园至少发生八起小学校长或教师 涉嫌诡械性侵学生案 民众指出 这些仅仅是报道出来的案件 到底有多少女童实际受害还不得而知 5月8号晚 海南万宁市第二小学校长陈再鹏 与该市房管工作人员冯小松 带6名小学女生开房 进医院检查 女生下体遭到不同程度伤害 以遭遇性侵 引发强烈关注 截至27号 安徽前山 河南同伯 湖南佳河 广东雷州和深圳等地 相继爆出小学校长或教师 猥亵性侵女童事件 其中安徽前山某小学校长 12年来先后性侵9名女童 我们平常没有交给孩子 自我保护的东西 我们对这个不够重视 只能说应该是我们的耻辱 感觉还挺切分 据报道 海南万宁案被告人 陈再鹏和冯小松 其先被以朴素幼女罪起诉 后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 28号 万宁市检察院 对他们以涉嫌强奸罪 向法院提起公诉 有网友评论说 冰山一角 没被曝光的 还不知道有多少 很多人表示 不杀不足以平民分 还有网友说 如果政府不立法铲除魔鬼 政府就是魔鬼的帮凶 政府就是魔鬼 2012年4月 广东省复联与省检察院 曾对全省女童受性侵情况 进行联合调研 调查发现 有2500多名女童被性侵 其中近半数在14周岁以下 性侵女童者近7成是熟人 而在未满14周岁受害幼女中 又与在校学生居多 新唐人记者 朱志善 施怡君采访报道